据美国媒体报道,拥有39年教龄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哥登克莱因被停克,原因是他拒绝在考试中优待黑人学生,遭到投诉和抵制。 据美日邮报报道,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,哥登克莱因收到一群,自称黑人同学的非黑人盟友,学生发来的邮件, 称因为最近的弗洛依德案和抗议活动,黑人一直受到不平等待遇,遭遇了创伤,要求教授放宽,对黑人学生考试的要求,这周的考试得给我们通过,包括推迟考试,延长作业期限等。 但教授回信拒绝了,称现上课程无法根据名字判断学生人种,如果是混血儿怎么办,不要完全让步还是让步一半呢? 最后他还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,称不应该通过肤色评估人们,学生们对哥登克莱因的回信,感到很气愤, 认为这是一个,针对种族主义可怕的回应,他们在网上发起了,开除哥登克莱因的请愿书,以获得近两万个签名。 目前,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表示,从6月25日起,哥登克莱因教授将停课三周,同时他也必须接受种族歧视调查。 此前他已在学校工作了39年,在安德森商学院教会计学,每玩每聊,侃侃播报。